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上课 我们现在第一个花式是打莲花 同学们开始 跟其他 RovF 调花 、告取 、淋 armor 毋队 нравится 等等 混合 饵 。 如果 这个花火呢 平时时候你们就把它当成一种游戏 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厲害 所以我為你們高興 我今年71歲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我就跟他有緣 我的打花棍是跟我父親學的 我父親的打花棍是跟我爺爺學的 每當我打起花棍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我小時候 當時我的父親是沒人來教我打花棍的 好像對我的父親的一種紀念 咱們先進來的學生 我想教他們的最基本的動作 就是把花棍的一頭支在地上 把兩根手棒打得像一個蒜苗一樣打開 幅度要大一點 下面一個自己不要離開 把它打熟了 打穩了 才慢慢地往上跳 對呀 我感覺跟小朋友在一起呢 他們天真浪漫 很有 很有上進心 它的三個特點就是眼快 手快 轉眼快 手呢 一定要跟著自己的海洋思維走 是吧 練花棍的時候呢 要不晃不亡 兩腿站穩 最後呢 就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花色動作來 海派花棍的最主要的特點 它是最終於高拋低劍 所以呢 海派花棍呢 很亮眼 這個花棍呢 衛型呢 與北方呢 稍有不同 它不同的部位呢 處序不同 所以呢 我們海派的花棍呢 是硬棍 它轉錯快 北方的花棍呢 兩頭叫做大紅花 它有阻力 屬於速度慢 又屬於軟棍 做多了要跑偏的 海派文化 就是把一件普普通通的 很不起眼的事 把它做到完美 得到最高記憶水平 這就是海派家人的精神 打花棍這個項目呢 是從2014年 和我們朝陽中學結緣 那麼四年下來以後呢 我們深深地覺得 它給我們朝陽中學 帶來了很多東西 首先呢 我們的孩子 他們在這個打花棍的過程當中 不斷地掌握新事物 甚至不斷地創新 獲得了很多的喜悅 同時呢 我感覺到 札老爺爺 他在和孩子們一起的 這種練習當中 教學當中 他也煥發出一個新的青春 給我一次喜悅